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请问在一个120平米的房间内屋里还一片漆黑 中间还有无数的铁架床 你是如何用那么短的时间准确地找到电灯开关的位置的 都住那么长时间了 瞎子也能摸得清 这是一张三大队监狱宿舍的平面图 上面标有案发的位置 你的床铺的位置和电灯开关的位置 请你看一下是否属实 没错 按发时按其他证人的口供 从听到第一声惨叫声 到打开电灯开关的时间长度为 三秒 而你的床与电灯开关之间有三个铁架床 其中还有一个床和其他床是交叉排列 要过去必须拐一个很大的弯 我们反复进行的实验 在白天宿舍无人的情况下 从你的床到开关最快也要四秒钟 这是在监狱宿舍继续试验时 专家出具的鉴定记录 根据另外一位证人赵俊的口供 当他听到第一声惨叫时 他正好起夜要钻回自己的被窝 而他所在的床位正好是你要经过的 第三个铁架子床的下方 也就是说你要在黑暗中 避开突然出现的一个人 那么请问 你是如何用三秒钟 就把电灯开关给打开了呢 我是刚好要起夜 不是从床边这边过去的 企业用的粪桶在宿舍的西北角 与电灯开关的位置正好相反 如果你说的是事实的话 那么你离电灯开关的位置只能更远 那是我记错了 我 我是跑过去的 跑过去的 证人 我提醒你 这是法庭 做伪证的话 一样是可以判刑的 其实当时你根本就不在你的床位附近 而是在离电灯开关位置不远的地方 和小虎的床铺附近 反对 辩护人是在用自己的主观推断下定论 反对有效 证人请可颂 请报告你的身份 请可颂 博北市第二监狱三大队服刑犯人 请说出你在三大队宿舍的床铺位置 靠门第二张床 何小虎的上铺 二零一零年的四月二十三日 凌晨两点至两点半 你在干什么 在我自己床上睡觉 请把当天晚上你所看见的 所听见的事实陈述一遍 那天晚上我胃不舒服 一直没睡踏实 到后半夜的时候 我隐约听到有脚步声 而且听声音肯定不止一个人 我觉得不对劲 就探出身来往下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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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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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他们让 耗子里所有人都按照他们交的说 谁要说差了就收拾谁 他们还说就算查出来作假证 家刑还是在三大队服刑 天还是他们的 把证人亲客送 带下庭 暂免 我想向法庭解释一下作案工具的来源 并展示证据 这是我在监狱厨房发现的玻璃碎片 经过鉴定 认定其厚度 质地 磨损程度 远发现场发现的玻璃碎片 完全一样 根据管教的讲述 2009年的12月期间 监狱厨房右手靠墙的一扇窗户 被大风给震碎了 可是由于各种原因 并没有及时维修 管教只是让当天帮厨的犯人 对地面进行了简单的清扫 并在上面蒙了一块塑料布 根据记录 当天帮厨的犯人之一正是冯吉 而何小虎 因为在狱中一直表现不好 在服刑期间 从来没有过在厨房帮厨的机会 所以我们可以推断 在冯吉清理玻璃碎片时 因为管理人员的疏忽 他私自藏匿下了这块 长约14厘米 宽约5厘米的玻璃碎片 在案发当晚熄灯号响之前 冯吉和何小虎发生了矛盾 冯吉认为自己丢了面子 于是在深夜 拿出自己私藏的玻璃碎片 要伤害何小虎 何小虎在搏斗过程中 由于防卫过当 失手 将冯吉刺死 请问公诉人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吧 首先我想请问辩护人 你发现的玻璃碎片 和案发现场发现的玻璃碎片 能凭结在一起吗 不能 因为很多碎片 已经无法找到了 但是这两块玻璃的质地 厚度 筋磨损状况 完全可以证明 它们是出自同一块玻璃 沈班长 辩护人可能对 玻璃的生产工艺不太熟悉 但据我所知 用于门窗的大部分玻璃 其厚度和质地 都是有生产标准的 而规格和类型并没有互动 而第二监狱的玻璃 都是在修建室统一制定的 单凭被告人 刚才所说的纪念 不足以证明这两块玻璃 来自同一扇窗 而辩护人刚才说 被告因为没有帮过处 所以就没有机会藏匿碎玻璃片 这种说法 显然经不起推敲 被告人在监狱的活动范围 包括宿舍 生产车间 食堂 图书馆等 都有安装这种统一制定的玻璃 而这种玻璃同样 会有损坏更换的可能 也就是说 被告在五年的服刑期间 完全有可能将一块 捡到的碎玻璃片藏匿抢 被告人 刚才辩护人在辩护中反复说 被告是因为自卑才杀人 根据实检报告 被害人身高一米六 和我的这位同事身材相仿 我想请法庭允许 我的这位同事站到被告的身边 同意 请被告人站起来 被告人站起来 事检报告上 清楚地显示着被害人体重六十公斤 比我的这位同事还要受刑 请问 就算是为了自卫 凭被告的体型优势 难道非要将被害人置于死地 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吗 陈迷长 我想传闻辩方证人 传辩方证人请可送 出庭 喂 赵队 现场谈查完了 口供也录了 那我就让小雷给带回队里了 我能不能晚回去办法 好嘞 谢谢赵队 被告人 本厅给你最后一次陈述的机会 你愿意请求辩护方为你陈述吗 审判长 各位陈述员 我的被告人 的确杀了人 他也愿意承担应有的惩罚 但是考虑到我国的法律 向来严明公正著称 在量刑时 我希望法庭 能够考虑到被告人当时 所处的客观环境和情况 得情量刑 公诉人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没了 现在宣判 博北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立正儿 立正儿 李嘉 爬下来了 怎么样啊 五年 我是杀人 杀人 杀人 我赢了 我赢了 张部长 来了 来 祝贺您 缘得很精彩 我想我们还会有机会交上来 姑娘 谢谢你呀 等她出来啊 就要得跟着做牛做马来报答你 阿姨 别这么说啊 五年很快就会过去的 如果她表现得好的话说不定 三年她就能出来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要把老骨头啊 一定要等到看着她出来的那天 好 你好 欢迎光临 请问几位 你好 不好意思麻烦我找人 您是行小姐吧 请跟我来 谢谢啊 谢谢 来了 坐 坐 这很漂亮 环境是一方面 这个酒很重要 这是法国布尔多庄业的干红 九七年的 尝一尝 我 不太懂红酒喝不出好坏 红酒倒到杯子里 要先醒一醒 让酒和空气迅速氧化 这样才会达到最佳的口感 没关系 喝得多了就喝出来了 刚才你在电话里好像有事要跟我说 我想辞职 你要是为了我就应该留下来 我还有事想请你帮忙呢 什么事 我告诉你 你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是这样 是这样的 现在在外面有传闻 说我大哥在项目经理手里吃回后 数额非常大 不会吧 公司不就是你们家的吗 经营上的事你不懂 就算这个企业是自己家的 账是明的 谁都不能从里面拿钱的 而且我爸管钱管得非常严 当然现在只是传闻 还没有证据 还没有证据 是让我去查吗 其实我确实是听明白的 毕竟家手不可外扬嘛 我真希望外面的传闻是假的 就算是真的也不能让我爸知道 他一定受不了 那 我是不是商业间谍啊 商业间谍 想哪去了你 我就是想让你帮我留心谈一下 最好能证明他是清白的 我真的希望大哥什么亏心事都没有做过 如果是那样就好了 我会尽量的试试的 谢谢你 谢谢你 现在能让我说心里话的人 只有你 走 走哪儿又加班了 开车送你回来的那个人是谁呀 他 是我同事 是 嘉嘉 你从小可是听话的乖孩子 跟妈从来都说实话 现在怎么了 跟妈不说实话了 没有 我都看见了 他送你好几回了 他俩那么有钱的 他是干什么的 他真是我同事 人挺好的 你要是觉得他好啊 哪天把他领家来 咱们一块吃个饭 妈替你把把关 妈 求你了 求我什么呀 求我了 这过段时间吧 行 这事妈也不催你 跟有一样 这找对象呀 一定找个人品好 靠得住的 光有钱不行 他太轻跳了 太贪玩了 日子将来过不好 你后悔都晚了 他不是那样的人 你站住 你哪床的 四 四床的 病人是你什么人啊 是我亲戚 什么亲戚 我是他相信的表哥 多大年纪 老家在哪儿 我告诉你 你以后别再让我抓住 见你一次我就轰你一次 住院区整天净丢东西 都是你们这些人害的 你也真够倒霉的 怎么碰着他了呢 这个护士长 只让自己和护工进凌房 他好多拿钱没 病人自己走了 他就往外红 连我们进里处处 都得绕着他 好 让开 让开啊 让开 让开 疼得了 疼得了 快 疼得了 小心 救命啊 来 快点啊 上个月我就拉过去 不知道这次啊 又有个人谁了 您说就没办法 收拾帮碰瓷的 这有什么办法 他没外伤 可成天喊头疼 谁敢签字说 他没有内伤 只能一样一样做检查 等查完了 一个月出去了 他这一个月的半折啊 提马是有了 这该撞着帮碰瓷的 别胡说 零红 咱们刚把瑞德的材料送过来 您看一下吧 萨恩怎么个感冒了 要多喝水啊 这个等会儿再说吧 先点菜 来 林总 现在已经一点了 我们一点八还约了客户呢 我都说过了 吃完饭再说 坐 坐 来一份北极被磁针 原汁鲍鱼 再加一份燕窝 烟窝是最养颜的 谢谢 对了 你再随便上两份凉菜 要快 怎么样 都适应了吧 我就说嘛 我说你行你就一定行 我林萌别的不敢吹 但是看人的眼光 绝对是一等一的 其实 我原来一直挺叛逆的 那 现在呢 现在觉得您人特好 特会照顾人 像哥哥一样 对 ty 你了解吗 你了解吗 了解一点 不太多 那是林猛负责的项目 我知道 他派的项目经理是谁 田洁啊 他的铁马台 他的财务报表可能有问题 您的意思 我们找个邮导查查他们的账 不用 不 这项目跟咱们没关系 如果要查下来一点迷糊都没有 会让人怀疑 田洁这个人可以查一下 就来抽象呗 你看我那最近买了买过房子 车 或者包养女人什么的 明白了 彪子 我妈下午要去烧个香 公司的车都出去了 你辛苦送一趟 我妈下午了 我妈下午了 我妈下午这儿 我说这些被我给你回答不过 你不要给你回答 我又不是你们 我妈下午看 你不是吗 你不是没问题 我妈下午看 我妈下午看 苏姨 兜里的东西也是难可给您的 这孩子总是这么有心 没事吧 苏姨 没事 是碰到人了 是个碰瓷的 您踏踏实实坐着 我来处理 碰瓷你哪儿了 腿 碰我腿了 空子撩起来 来 我瞅瞅 不是 碰我脑袋了 到底哪儿啊 待会儿是不是转到肚子上了 没事就赶紧让路 滚 兄弟 兄弟 你撞了我了 你咋得给我俩钱 让我上医院看看伤啊 谁撞你了 你把我车撞了 我没找你赔呢 不是 你咋撞了我 你 你还有理了 想让我陪你是吧 你躺着别动 别动 我撞过去 我压死你 要陪你一条命 不 不 别动 他要没事啊 就给他一些钱 我这儿有 我是苏姨 快 别为难人家 您别管了 我这儿有 都跑了 算你今天命还了 算你今天命还了 大侯 大侯 快 师父 师父 再快点 再快点 苏叶 对这帮无赖 您不能心太善 有时候哪怕 装也要装得狠一些 不然她觉得您好欺负 有没完没了地恶伤您 柳子 我有些不舒服 不想去私旅了 我们回去吧 苏叶 用不用送您去医院啊 不用 就是有点头晕 送我回家就行 快点 走 走 我把你带过去 我带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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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过去 感谢观看 行啊你啊 还他妈不知足跟到这儿来了 没有 我 什么呀 想干什么呀 就让自己额上大款了是吗 没有 我真 来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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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告诉你 再让我看见你 我这次打你吃 记住了吗 记 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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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家 上次那个会议那个合同啊 你还得跟紧一点 还有关于钢金那个事 你得跟紧 哥 你找我 帮我把那个新兰国际开盘仪式的 那个宣传案 还有企划案帮我拿一下 没错 怎么样 做得挺好的呀 这么漂亮的计划案 我还是投一次接 老二 出去印的吧 花多少钱啊 这个我还真没问他们 要我帮你问下去 那你为什么自己不清楚呢 就因为不清楚 一个会场的布置 你需要花三十万 金家 帮我泡杯茶 哥 要是这样 因为咱们这次接待的好多都是大客户 还有外商 我想在面子上做得好看一点 好看也不是这么的玩法 你挨加笔不加美吗 你被人崩了你都不知道 爸 我知道你是海贵 瞧不起我们这些土饼 但你也明白啊 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规矩 你那一套 在某本是心不痛的 哥现在说你 总比外面人笑话你强了 进来 妈 你可以心里不服 不服的话 你也可以找老爷子告诉你 但你以后会慢慢地明白 哥是在帮你 哥是在帮你 可我知道了 以后我一定注意 对不起啊 让你久等了 我加班了 加什么班 我陪林总去见了个客户 你是不是觉得 陪老板一块儿出厂子 是个很风光的事 没有啊 怎么了 你不高兴了 我为什么要生气 好了 我知道吃到瘦不对 他们刚才还说要去龙豪吃海鲜呢 我都没去 林总特别不高兴 我就跟他说 说家里面有事就赶紧来 不要生气 你该去啊 我可不会拦着你啊 吃完饭以后 还可以跟他们唱歌去 一帮人围着雨转捧着你 感觉一定好的 总之比天天看我的笑话有意思多 嗯 时间还早 来得及 你干嘛 要不我送你吧 也不如是 看得梦 你时候吃吧 你会牙叫我 你看牙神 好 你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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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